高雄確診335例 其中趁KTV染疫人數明顯增加 包括像晚上唱歌的KTV的比例有增加 餐飲有減少 但是這個98還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KTV等等 這個部分有增加 包括了古山區前津區的KTV 還有林園區的複合式吊沙場 都傳出確診足跡 而密閉市的娛樂場所 還出現南模會所 更有同一場域不止一次有確診 疫情拉警報的當下 快篩季實名制 高雄弱勢族群能不能得到保障 高雄市議員一早受限罰難 快篩世紀的成本 陳其邁回應 採購價是59元 而目前發放的快篩季 一次零五季要500 這樣的價格合理嗎 恐怕會造成弱勢家庭的負擔 早上質詢一結束 高雄市政府馬上做出決策 低收入戶呢 由我們的里長來發放 我們的四季兌換券 那一包是五季 那一張券就可以買五包 那你拿箭袍卡跟這個領取券 到社區要去兌換 從五月三號開始 高雄市的弱勢家庭領快篩券 皆有列測社工定點 發放快篩十季 中央規定的政策 費用由市府負擔 照顧弱勢族群 滾動式的調整地方需要 不只讓防疫策略盡量周全 也要跑在最前面 三天新聞主委達朱宇榮 高雄報導